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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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 字幕志愿者 没错 庞大的墓葬群背后 还有哪些惊人的发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湖墓地的发掘工作 就是国内考古啊 这是唯一的一件 保护我现在非常的执迫 现在看 应该不是一个家族墓地 而是一个公共墓地 秦绿十八竹 孝绿 秦绿杂超 等大量秦帝国的政治 法律 经济 等多方面的历史内容 震惊海内外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我觉得是填不空白的发现 推荐为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项目 如今 在距离税湖地三千米位置 发掘的郑家湖墓地 又有哪些重要的发掘成果 再次轰动考古计 时间回到一个多月前 虽然已过中秋 但湖北的天气依然十分炎热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与云梦县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在云梦县郑家湖墓地的发掘工作 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郑家湖墓地位于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 此前已在AB两区发掘墓葬196座 军事公元前278年 秦占领安禄之后的楚文化墓葬 目前考古队正在发掘C区墓葬 初步判断为秦文化墓葬 考古队正在发掘的是编号为M277的墓葬 已顺利发掘到距离地面三米深的位置 此时却突然出现了一排粗大的原木 让考古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原木一般都比较重 直径都有三四十公分 大的接近四十五四十多公分 很重 这些原木没有经过细致的打磨加工 部分还能看见树皮 排列紧密地覆盖在整个墓葬之上 让考古队员十分疑惑 也比较奇怪 观看板的这个结构 我们原来挖的宠物完全不一样 基本上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这种原木 上面还有一层这种草席 或者这个奴隶席 这个是我们原来在主文化发掘里面 是没有经过的 据以往考古发现 保护越好的墓丧 林寝 往往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贵 那么用重墓遮盖的M277墓 墓主人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上去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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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一会儿 你上去两个人 你现在国家好 你上去 你上去 明刚 明刚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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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要如何搬运出这些重墓 是个难题 在狭窄的空间里 现代化的挖掘器械不好施展 且容易破坏遗迹 只能用铁棍和木条等 简单工具撬动原木 但是被浸泡过的原木吸饱了水分 纯靠人力难以抬出 如果不慎掉落 还会损坏下方的荒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罗运斌 是本次考古项目的负责人 思索了片刻 便有了稳妥的办法 在木顶和木葬上方的平地之间 搭建一个简易坡道 用绳子把原木两端捆起 两组人一推一拉运出原木 这样不仅可以分摊原木的重量 而且如果原木意外滑落 坡道也能起到缓冲作物 保护下方的工作人员和木葬 不受伤害 现场的气氛紧张而热烈 伴随着响亮的口号声 一根根原木在大家的通地合作下 被安全取走 而离棺木的距离越近 越需要谨慎小心 静点啊 静点啊 直接把板子包成完整 一 二 三 十点 随着盖板一块块被揭开 七代已久的M277真容 终于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 整个木葬为长方形 其特殊之处是它的其中一端 被一块木板隔开 隔断的木箱里 隐约可见许多器物 M277在我们整个木区里面 可能年代稍微晚一点点 它这个边箱 头箱很完整 特别是它的头箱宽度也比较大 它是头冬的 这个南边就是一个比较窄的边箱 边箱里面跟头箱一样 都摆满了文物 M277木的东南方向是棺室 盛放着木主人的棺木 被隔开的一端称之为头箱 侧边为边箱 头箱和边箱的作用 均是用来盛放随葬品 但一个墓葬中 同时出现头箱和边箱 却十分罕见 现在根据宇佑的资料推测 这个棺木里面最早的时候 它是没有边箱的 一般只有头箱 头箱一般的大木的话 规模也很大 头箱的结构也比较复杂 可能到了江汉地区 全面也吸收了我们 主文化的一些因素 包括这个我刚才说的 这个边箱的结构 在我们主文化里面 很早就使用这种边箱 罗运斌初步分析 特殊的墓葬形式 很可能是M277墓葬 用到了秦楚两种藏俗文化 史记中曾记载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表达了楚国反抗秦国的 坚定信念 而从M277 同时呈现两种藏俗来看 在真实的历史上 秦人与楚人 秦帝与楚帝 秦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不能一言蔽之 秦楚之间更多的历史故事 还需要考古发现 来不断佐证 补充 就在考古人员期待着 准备提取M277中的随葬品时 发现整个墓葬内 都被水和淤泥填满 显然这又是一个保水墓 这个保水墓呢 是指在墓葬的后期的埋葬过程中 因为这个地下水位的升高 这个水完全掩盖了这个关国 而且保持长时间比较稳定 我们一般人为保水墓 云梦气候湿润水汽发达 地下水资源丰富 因此易形成保水墓葬 此前在郑家湖墓地发掘的墓葬中 就曾出现过多个保水墓 由于保水墓葬封闭性好 墓中文物处于一个横温横湿的稳定环境 利于长期保存 在郑家湖已发掘的保水墓中 出土的随丧品不仅数量丰富 且均保存十分完好 然而凡事有利则有弊 保水墓葬虽然对文物保存也非常有利 但是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感觉比较痛苦 有时候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 慢慢地清理 咱能把那个文物给它显露出来 如果不小心的话 也会容易对文物造成伤害 接下来M277木的发掘工作 会是惊喜多还是困难度 谁也说不准 你现在一凹起来 好 往上踢 往上踢 最外围的木板 以损锚结构拼接而成 拆除十分顺利 先去那边那个 先去那边那个 可以 当木葬外围清理干净后 终于到了发掘过程中 最令人期待的环节 提取文物 然而 由于投箱中的文物 几乎都浸泡在水中 提取文物前 还得先抽出一部分汐水 这水要流点 这水要流点 考古队将抽出的水 储存到一个个箱子中 保存了起来 他们在后面 还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随着一桶桶水相继抽走 大量的漆木器和淘气显露出来 常年积水 使得器物上面覆盖了厚厚的淤泥 而且头箱又深又窄 要安全地从中取出随葬品 需要下点功夫 考古人员首先将打湿的海绵和粘布 铺在两侧的香盐上 再将两根长短合适的木棍 搭在上面 借助木棍的支撑 将大半个身体探入箱中 进行提取工作 虽然吃力 但最为稳妥 不会伤到文物 为了保证安全 必须有人将前半身探入箱中的队员 紧紧拽住 其他人则负责递取接应 狭小的木葬坑 被各司其职的考古工作人员 挤得满满当当 虽又潮又热 但丝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干劲 表面的淤泥靠用手一捧一捧地掏出 直至器物的轮廓显现 再用刷子和喷壶 小心去除表面保泥 所有的轮廓都暴露出来都没有 这块土拿掉吧 这块 那块土可以拿掉 在水流的冲刷下 一件件漆器露出了真容 每件都光亮如新 在考古队员们的齐心协力下 M277的第一件文物被成功取出 这是一件漆域鱼 颜色鲜艳如新 丝毫看不出2000多年的岁月 留下的痕迹 随着第一件文物的顺利取出 考古队员心里有了底 分寸拿捏的也更为精准了 发掘现场 一件又一件的漆木器 接连被取出 从头箱中抽出的水 此时也派上了用场 这些水被注入到 存放文物的塑料盒中 甚至连包裹文物的海绵 也要一并打湿 木头它见了阳光 见了枯极构 它就变形 它泡它里面 现在里面 本身里面有水 还把它拖出来 用药水泡 拖出来 考古人员在注水时 小心谨慎 动作轻柔 因为稍不注意 同样会对文物造成损伤 这些油漆泡了好多年 现在力量一大一冲 把它冲得没有了 从头边慢慢往下放 一座看似普通的木桑林 为何盖满巨大的原木 这个是我们原来在主文化发掘里面没有见过的 上有重覆覆盖 内有污水淤泥堆积 因为这个地下水位的身高 这个水完全掩盖了这个棺果 精美丰富的随葬品 能否为牧主人身份提供线索 驻水装箱的漆木器 随后送往云梦县漆木器保护研究中心 因为它这个上面有柱桑 所以清洗要特别小心 修复室内 接收到文物的工作人员立刻忙碌起来 记录 清洗 撑住 测量 拍照 紧张却有序 中国漆木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新石器时代 但由于其质地对保存环境要求高 古代漆木器大多难以流传至今 江汉流域因其特殊的地下埋藏环境 大量秦汉木中随葬的漆木器得以完好的保存 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朽 而发掘后 要想漆木器及上面的图案能完好且长久地保存 即使有效的保护工作尤为重要 这一次我们是配合现场考古发掘 是同步在进行 因为从墓葬里面发掘出来以后 它就已经破坏了以前的环境 就打破了以前的平衡 取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要立即地清洗 清洗干净了以后 就要把它密封用科学的方法 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脱水方法 脱水指的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 让漆木器达到一种没有水分的状态 我们现在只用了眼耳泉复合液 来对它进行脱水 药水进去以后 把里面的纯净水给自换出来 这个技术已经相当地成熟了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木器 由于在墓室里以吸水饱和 如果任其自行干燥 相对湿度降到一定程度后 便会收缩 变形和开粒 甚至全部毁坏 湿万年 干千年 不湿不干 只半年 就是说在墓葬里面的时候 墓葬环境很好的情况下 它可以保存上万年 说干千年呢 就是说像北方地区 一般这种保存环境 它上千年呢 也可以保存得很好 但如果说不干不湿 只半年呢 就是咱们在发掘的时候 也看到了有很多漆木器 它为什么收缩了 因为墓葬环境不好 蜜蜂的效果不好 然后呢 雨季的时候 来临的时候呢 它地下水位很高 但到旱季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它的水位又下去了 像这样不干不湿 也就只有半年时间 它的胎体就会收缩 也就是说了这个道理 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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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拉 拉 不拉了 再去 快快快快 快点 再去 扔个链是吧 对对对 拉 这个小了 小了就小了 拉拉拉 上不来 上来上来上来 过去叫链 装化妆品 装化妆品 此时在考古发掘现场 又陆续提取出多件文物 其中两件小巧别致的器皿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是两件青铜器 外形为方弧形状 一件弧盖已经脱落 另一件弧盖 仍然紧紧地扣在狐身身上 让人不由地好奇 里面是否仍储藏着 两千多年前的物质 盖子在这里 盖子 盖上来 盖子掉旁边了 这两个给一个 这样精致的方弧 是用来做什么的 又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拥有呢 应该也是一种 神酒的酒器 这个器物很少见 在我们宇宫 宇宫头馆里面 现在目前还没有 跟那种古代的武士一关吧 随葬品中既发现有女性用的化妆盒 也有或许是武士用的成酒器 发掘至此 M277牧主人的身份 越发地扑朔迷离 他究竟是男是女 有着怎样的身份 牧葬之中还会有其他线索吗 随着文物一件件被取出 头箱中只剩下了几个大型陶瘟 然而陶瘟的重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一个人竟难搬动一个陶瘟 这些陶瘟格外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里面盛满了东西 而且大多处于密封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陶瘟里极有可能 封存着两千多年前的物质 陶瘟内究竟是不是酒 大家都显得十分激动 但为了防止陶瘟中 储存了两千多年的液体 不受到影响或挥发 考古人员无法现场打开陶瘟 一探究竟 一切还要经过实验室中的分析研究 才能下定论 精美的七连 独特的方胡 或许封存着美酒的陶瘟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世界 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 墓主人身份之谜能否解开 蜜蜂的陶瘟里到底是什么 M277号墓葬中 还会有哪些新发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往这个部位很少摆放水上品 墓室中同时出土 带有龙凤图形的器物 意味着什么 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 期盼已久 文字终于出现 研究这个墓葬的身份都有很大的帮助 应该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庞大的墓葬群背后 还有哪些惊人的发现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 考古人员对M277墓葬的头香 做完了最后的清理测量工作 准备开始提取官室内的文物 由于棺木周围的缝隙太狭窄 不利于发掘 考古人员一开始 打算拆掉一些木板 以增加空间 拆木板的过程并不顺利 考古人员决定直接提取官室的官板 提取的方式 基本按照昨天提取木葬上方的原木那样 先将棺木撬开 再用绳子捆好推出木葬 为了保护官板 考古人员在捆绑之前 特意包上了海绵 让你连续 每一件事都拿过来 桑子 桑子 来 看看 三个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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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借桑 来 来 再来 一 二 三 下边的人打开 一 二 三 三公子から 闭着了 这边喝了 这么好 大家一起来 有一 二 三 這兒 你挺得的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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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鞋子 來 鞋子 來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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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開棺木後發現 棺室內同樣也有大量積水 水深達到四十多厘米 看不見的水中會有怎樣的發現 鞋子全餐 突然用了56架水甦品 小 dlatego呢主要是漁木器 漁木器 får生非常完整 非常漂亮 我看下面第二點的話 發現有五個人大的蚊 上面有3個 發現非常完整 上面用的盖子也盖得很严密 就来做检测 我们估计有部分可能和酒有关系 在抽水过程中 牧主人的骨架渐渐显露 牧室的一端 有精美的七连随葬品 十分显眼 然而就在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七连上时 罗运兵却注意到 在浑浊的积水中 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 上面的骨是吧 刀骨是吧 现在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出水过程中 里面有很多金黄兽的那种 刀骨的颗粒 我们原来已经发现过很多墓葬了 都有这种现象 那个棺里面不移成这种粮食 有的是刀骨 有的是这种小骨 我们这次前面发现几个墓 基本上都是刀骨 有一个小新墓里面 做了这个 上万颗刀骨粒子 此时在文物修复中心 M277出土的密封陶瓮已经打开 文物保护专家正在清洗陶瓮的盖子 这个木盖在清洗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制造工艺比较粗糙 着痕很明显 并且已经有收缩变形了 收缩变形了以后 它这个密封性是不严的 所以那个墓葬的环境水 可能是通过这些缝隙 进入了这个瓮里面 从这个形制发现 可以推断 这个瓮里面的水 应该是墓葬里面的环境水 渗入以后形成了这个液态 经检测也不是酒 检测结果并不是考古队员 期待的那样 是来自2000多年前的美酒佳样 但同时在修复中心 又有了一个令人激怒的新发现 在清理一个长方形漆盒那时 文物保护专家从中 摸到了一把细长的木条 下意识地以为 这或许会是写满了 墨书情传的竹简 毕竟从发掘之初 考古队便期待着 郑家湖墓地能像睡虎地墓地一样 发掘出成百上千的竹简 有很多一把会不会是竹简 经过细致的清理 反复多次检查 文物保护专家 并没有在上边发现任何文字 最终确认 这些木片并不是竹简 这个好像又不是竹简 因为它这个前面有一个尖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觉得很奇怪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也没有看到过 所以有很多猜测 现在初步判断 它可能是投湖这个游戏的竹简 修复中心这边 被失望的气氛笼罩着 而考古工地却频频传来好消息 在清理门板和棺木之间的淤泥时 考古人员首先发现了三个铜铃 随着铜铃之间的淤泥 被一点点清除 惊喜随之而来 一件龙形玉佩赫然出现 玉佩通体透亮 雕刻的龙形躯体回首 栩栩如生 以往部位很少摆放随藏品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首次发现 这个意义很重要 意外的发现让大家都很振奋 也让大家对边乡的发掘 有了更多期待 边乡虽然狭窄 却堆满了器物 在清掉表层的淤泥后 层层堆叠的文物 开始显露轮廓 其中最精美的 当属一件七扁壶 壶口仍然是密封状态 壶身上面绘满了各种的图案 这个侧面有非常精美的头案 有中物的形象 还有个人的形象 扁壶这个壶上面 还可以看到一个绳子 痕迹都很清晰 保存得很好 但是目前应该说 除了我这个边乎里面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建设 整个规划的图案的用意 还比较特殊 我们还是地质建造 还需要进一步的 以势力的整理 才能确认 此时 考古人员在东半乡 又发现了一个 造型奇特的物件 让它们上去浇水 浇水 不要碰 现场的工作人员将其称为凤行勺 它一侧又像琴类的头颈 长长伸出 另一侧像张开的尾巴 尾巴上还会有精美的羽毛 整个造型形象生动 趣味十足 自古以来 龙和凤都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图腾 甚至一度是至高权力的象征 M277的墓葬里 既出土了龙形玉佩 又发现了凤行勺 墓主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特殊身份呢 还有水 然而此时考古人员无暇细思 M277墓主人的身份 将边乡的七扁壶 七莲 耳杯等器物 一一提取后 最底层的淤泥中露出了一块宽大的木片 考古人员小心地清理着木片上的泥浆 周围围满了工作人员 在郑家湖墓地的发掘现场 只要出现木片 竹条 一定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大家心里都保持着同一个期待 那就是文字 虽然天色已晚 一天的发掘已经结束 但没有人愿意离开 罗运斌甚至找来了一个手电筒 迫不及待地观察起来 四字 四字 没错 这声音不多 还是有几个字 听到有字 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是一块木毒 上面可能是浅测啊 买的券之类的记载 对研究这个木葬的身份 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木毒是我们最后一期的一节文物 应该是我们整个M297 应该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这个在我们云梦这个检测 虽然发现很多 但是我们这个镇压湖这个墓地 还是第一次发现 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木毒 但它的出现 却将考古人员几天的疲累 一扫而空 而墓读上面究竟书写了什么内容 墓主人是谁 有着怎样的身份 这些疑问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能否解答 探索之路 仍将继续